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机智的一生生活第一季结束了 怎么样 大家对结尾还满意吗 我是全程抱着又惊又喜的心情 哭了笑笑了哭 看完最后一集的 那看完这一季 我觉得这部剧最好的地方是 他将生与死或人生 这一看似有些沉重的主题 通过轻松但不轻浮的方式 去实现了机智的平衡 拿捏的恰到好处 用淡淡的 但能以共鸣填满内心的人生故事 治愈着我们 而且本剧也延续了 李编剧和深导演一贯的风格 以剧情留白的方式 引导观众通过台词以外的细节 或细微表情变化 推测人物心理活动 随后再配合 推迟展示答案这一招 让观众积极想象剧情 不仅让我们培养对人物的感情 还提高了沉浸感 副作用呢 就是最后有可能会变成像我一样 喜欢吹毛求疵 过分解读 而且还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那第一季最典型的诱饵 我觉得就是冬天正元 这一条感情线 我们从第三集分析到 第十二集的预告 终于等到了圣诞节的奇迹 实属福利 虽然我们猜到冬天正元 应该能有好的结果 但我确实也没想到 进度会这么快了 那我看到有些朋友留言说 正元一直没有表明自己内心 然后在结尾和冬天接吻 是不是有点突然 还有冬天表白前 正元的叹息是什么意思 告白场面中 为什么两人都流泪 还有宋和是怎么知道 冬天正元的关系的 等等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些问题 首先从冬天视角开始 本集交代了冬天对正元是一见钟情 两人初次见面时 冬天身后的书架上 有只抱着新鲜的小熊玩具 而且正元穿的刚好是白色T恤和牛仔衬衣 那第一眼产生好感之后 他在急诊被正元教导 医生需要的不止高超的医术 还需要同理心 这一事件加深了冬天对正元的感情 不仅让冬天的爱慕之情升温 而且职业上也对正元尊敬和崇拜 甚至让冬天想要变成他那种有温度的一生 但是母胎solo的感情之路并不顺利 正元为了推掉和他单独吃饭还撒了谎 所以他决定放弃 但发现自己做不到还是继续暗恋 尽管有一军爸爸推波助澜 但好像也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冬天只有默默地压住自己的感情 做好自己分内工作 但这时救星出现了是正元妈妈 她说她看得出来正元很喜欢冬天 但是不久之后正元就要去当神父了 我觉得这一对话对冬天应该使晴天霹雳 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冬天决定去挽留正元 那之前我猜测以冬天的性格 她不会因为正元妈妈求情就请求正元留下 说不定还会表示支持她的梦想 但我没体会到的是 冬天对于正元的感情太深刻太迫切了 她也苦恼过 但直来直往才是最冬天的性格呀 她哭着请求正元 低着头流着泪 前前后后说了五次对不起 一直没有太大表情变化 甚至看上去有点木讷的冬天 第一次动摇了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表白时的紧张 也是怕失去职业上的精神支柱的人的迫切 是压抑太久的情感终于爆发了 那正元的情感变化是如何进行的呢 首先正元是那种不把自己的事情告诉别人 而是自己思考烦恼决定的人 而且在这些苦恼加深的时候会出现偏头痛 当面临人生的选择 对孩子们的不舍 母亲的愧疚和冬天的感情 这一系列复杂的情况加剧了头痛 但她依然不愿找人倾诉 好在她单纯脸上藏不住感情 而且还有一群机智又热心的小伙伴 不仅懂她还会真心开导她 多少能减净她的烦恼 那她和冬天的关系最初是从误会开始 冬天共情能力稍弱 无意间说出了可能让患者家属崩溃的言词 让她误以为冬天是冷漠的人 觉得跟自己合不来 但是冬天不戴口罩 徒手替游民拿掉脚上满满的蛆的场面 让她改观 认为冬天是对患者负责任的一生 从而可能因自己之前的误解 产生了愧疚之情 之后梦学奶油夹心派事件 看得出冬天让她费心 而且儿童虐待犯事件中 看到冬天不顾危险出去追嫌疑犯 她压抑着心中的怒火 显然她很担心冬天 决定性一幕是 听到冬天休克的事情后 担心的吃不下饭 连电梯都不等 跑楼梯上去 这时候是八月份 所以她从那之前 应该就已经对冬天有很深的感情了 那郑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冬天的呢 我觉得剧中没有明确交代 郑元内心小落乱状的瞬间 可能是因为她对冬天的感情 是不知不觉中深入的 可能她自己也不能准确的说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冬天 只是突然某个瞬间 发觉自己已经陷入了爱情吧 不过这不就是最普通的 大部分人的爱情的模样吗 那从剧本身的角度来讲 不直接指出这个时点 也会让我们更加关注 郑元的行为和表情变化 更投入到剧情中 所以其实编剧和导演 只是没有让郑元用台词讲出来而已 他们一直通过郑元每一集的细微变化 在暗示冬天郑元日益深厚的感情线发展 比如比较明显的有 待人极其客套恭敬的她 无意中和冬天用评语说了一声 很好 证明在她心中冬天已经是自己人 还有小儿外科手术通常不给住院医师迟到 但对冬天就给了机会 可见她对冬天的信任 让感情和作为医生的成长 同时变得更加坚定 所以圣诞节的这一吻是郑元在漫长的时间里 经历了无尽的苦闷 心动矛盾之后感情终于爆发的表现 因为她一直怕自己越线 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从时间上看 其实大概也有半年左右了 尽管自己跨清界限表现得很冷漠 但冬天还是颤抖着表白 还连说对不起 而且想到冬天因为自己当神父的事情烦恼着 让自己心爱的女生如此心动 郑元也热泪盈眶了 那冬天表白之前 郑元的叹息 我觉得是 郑元本来想先去找冬天表白 但她猜到了冬天要表白 觉得自己让冬天等太久了 所以感到自责又伤心吧 那最后 宋和是怎么知道郑元喜欢冬天的呢 首先 郑元和宋和是灵魂伴侣 都不需要郑元讲出自己的想法 宋和就已经猜到郑元放弃当神父了 其次 郑元的情绪都写在脸上 想必看出来郑元喜欢冬天的人 应该也不少 爱情和咳嗽藏也藏不住嘛 那我想宋和可能之前 只是觉得郑元有点关心冬天 但当郑元说 我想先告诉一个人 这时候她才确定 应该就是喜欢冬天 之后开了窗说 那这一对已经没有了任何障碍 应该只剩下走花路了 盼了一季的冬天正元 终于圆满了 我们期待第二季中 他们幸福的生活吧 好的 那下一篇继续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还有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